现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做的是美味的寿司 这个刚才我们蒸的那个米已经做好了 就是一大盆的这个大米饭 那这时候我们要把它变成寿司米 还是需要一些加工的 是吗大厨 这个寿司饭里面通常你们在家里边做呢 可能都会用白米饭 对 白米饭没有味道 但是这个传终的这个寿司呢 他会要加入这个寿司醋 是 我们在家里边可以用白醋代替 白醋 白醋便宜很多 对 里面就是说三种东西 主料 白醋 白糖 盐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比例 然后就是把它调一下 那怎么自己调一个寿司醋呢大厨 下面我们要来调 我们就直接倒在我们的碗里面是吧 好 好 白糖 白糖加一些 一般小朋友吃的话吧 咱肯定不能按照就是专门的寿司店里边这个味道去做 因为小朋友喜欢酸甜的 糖和醋的比例就是糖和醋呢这两个就是1比1也可以 1比1 也可以醋略酸一些 最好吃的就是说是50克 50克白醋 40克白糖 白糖 好 加点糖进去 加点盐 不要超过10克吧 就是 盐要少放是吧 对 盐要少放 好嘞 一点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要加点柠檬 柠檬 柠檬是起了什么种 柠檬的话它有特有的酸味 然后它也会有清香的作用 也可以直接把它丢进去 丢进去也挺好的 把它直接搅化就可以了 好 米饭蒸好以后呢 锅底边的一层糊底不要去上边的 一定要趁热 那瘦酸醋和米饭的话怎么去掌握那个量呢 大叔 它有一个比例吧 你就用那个4比1的比例 4是米饭 1是我们这边的醋是吧 然后均匀的把它浇里边 是 一定要趁热 不然的话这个醋 游透不了 那个就是融合不掉一起 就会很散 明白明白 然后就把它拌匀 拌开 对 然后我们再降下温 降温 这个一般在寿司 寿司这个铺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是吧 对 把它删一删 要删 太热了不行 这个温度的话 对 就和人体的温度差不多 30-40度吧 这个就可以制作 因为太热的话 它会卷不到一块吗 太热的话 海苔容易碎 首先我们先放一张 整张的一个海苔 海苔 可能一般的话 你去超市的购物 都会有海苔 甚至说你买一包 会挣一个棉子 对 一定会 但是一般的海苔 什么样的海苔好呢 海苔的话它就是说 它生长周期不一样 有的是发绿的 有的是黑的 对 然后呢就是稍微绿点了 然后呢就是它是烤过的 我以为有点香味 有点烤过的香味 这样的话就这样的寿司 比较好吃一些 那个加工好的那个寿司饭 已经加入了那个醋 好 然后我们把它铺一下 今天做的这个太卷 这个要点呢是 因为它是长直接正卷 前边一定要留出来 两公分的距离 留着两公分来 对对对 不然你包的时候吧 就是接口的话 就是不好接嘛 一定要留出来它这个距离 是 饭呢就是不用太用力压它 均匀的铺上行了 然后保持这个米粒的完整 这样出来这个寿司呢 它这个口感还能更好一些 哎大叔 为什么我在家里做寿司 会做的到处都是米粒呢 我也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是您这个怎么看来 这么的咸熟是吧 对然后你到处还是米粒 还有一个呢 你包完以后 你切也切出到的米粒 你一般捡出来以后会碎 跟你说一下要点 好 我们先放入里边的这个色彩 蟹棒 对 都是常见的一些色彩 蟹肉棒 我们煎了这个玉子蛋 蛋 比较厚一些 好 好 然后干瓢 干瓢 干瓢 这萝卜干 干瓢它是一种植物 就是葫芦的那个 葫芦上面的 葫芦呢 对 这是干瓢 对 用酱油煮过的 蘿蔔干 它那个超市有卖的吗 有 这些东西超市都有收收 都有就是散的 对 然后好了 这种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一般就可以在里边提点沙拉酱 沙拉酱 然后呢大厨我们要干嘛 我们注意哦 它不会搭在标 是搭在中间 一定要放在中间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卷 好 卷的过程中注意 第一步 手搭着它 用里面来压 对 不要太用力了 里边是一个圆 但是说这个 不能把这个料给挤碎了 注意接口在底边 对 接口在底边就可以了 手压一压它 对 也不用加水 有些在加水中里面 你会加水 或者去把它封口 没必要 因为这个海苔米饭是四 封不住口 是因为里面塞太多东西了吗 第一原谅太多 第二就是这个米饭 因为它这个米饭加上素磅 它会就是很黏 对 然后就说接口在底边 用力的时候 从中间往里边发力均匀一下 这样子让它整个一个造型 是非常均匀的 对 然后呢两头在 在包的过程中 一些下料可能会出来 是吧 两头再把它往里塞一下 这样就更完美一些 卷好以后 切了之后 咱那个酥脂很完整 对 很完美的 切了之后呢 刀上要蘸点水 水蘸一点 刀脚上一点就行了 为什么要蘸水呢 就是一个水滴 刀热直接滑过 为什么要滑水呢 刀热它是潮湿的 给米饭它不会粘 是这样子 那我每次粘刀就是画的就 对 最后你发现本来是原寿司 我把你变成一个椭圆寿司 对 是的 然后你还自己长一长 也是 就厨房的事实很奇怪 太能不解我的心情了 然后去客厅之前给他拼一拼 家里还要吃的吗 对 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寿司切的时候呢 很重中间 切的时候呢 就是上边呢 先用刀 刀要防力一下 先切到三分之一的距离 一会就下去 刀刀 对 哇 明白这个刀法也很关键哦 是吧 然后这个 头的话 小朋友吃也可以不用去 是 那为了美观呢 就把它去一下 好 大家记住这个面板啊 这个案板要用手按 是吧 对 因为这些它是直接食用的 哇 超棒哦 是吧 这样我们美味的寿司就做好了 快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吧 制作寿司的主要食材有 温好的米饭 柠檬 今天的寿司我们大厨添加了 鸡蛋 黄瓜 蟹棒 干条和萝卜干 你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你喜欢的食材 第一步 调制寿司醋 在碗中按照5比4的比例 分别加入白醋和糖 而后加入少许盐 柠檬一同搅拌均匀 第二步 在煮好的米饭中 加入四分之一米饭量的寿司醋 将其搅匀后 用扇子删凉到体温 第三步 将米饭平整的铺在海苔上 并在海苔一面流出两公分的距离 不放米饭 而后将鸡蛋黄瓜等食材 分别放在米饭中间的位置 最后加入少许的沙拉酱 第四步 从海苔没有流边的地方将寿司卷起 特别提醒的是 卷起寿司第一下后 要通过寿司帘将寿司压实 而后卷起第二下时 海苔流出的空白位置要在寿司底部 最后从寿司卷的中间向两边再做压实 从寿司两边的开口处向内按压 第五步 在刀刃上沾水将寿司切好 这样我们这道美味的十几寿司卷都做好了 家中制作美味寿司的秘诀 您记住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